哎 长官 我真的没干坏事啊 我是在找人哪 就是 一个长成这样这样的小姑娘 那种带在人群里最显眼的 这谁能看出来啊 哎呀 就是先前你看见过的那个 啊对对对 就是这样 哎 嗯 小心一点 这么总好危险的 找到你了 哎呀 安可小祖宗啊 你可让我好找啊 哎 你想做什么 长官 我一直都在找的人就是他呀 小妹妹 你是叫安可吗 你认识这个人吗 哎 安可认识 虽然他无政经营 喜欢当中间商赚差价 擅长窃听商业机密 又爱助弄小孩 但是秋水叔叔不是坏人 安可 我上次总教你的 都说了在外面不要喊我叔叔 我没那么老 威琳娜 你们是怎么遇见的 我从后山准备回来的时候 在悬崖边上碰到了他 当时他正在生吃一株毒蘑菇 还好我及时给他熬了药汤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不用担心安可 这种蘑菇 安可已经吃过很多了 可是小安可 你怎么一个人 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了 小安可别怕 有什么说什么 嗯 因为 安可要叮烧这位大姐姐啊 小孩子平时奇怪的东西看多了 不要在意 不要在意 喂秋水 不是你让安可这么做的吗 他们的眼神 怎么看起来不太对劲啊 嗯 安可 唉 既然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这一地步 那我只好告诉你们了 我们来到这里 的确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 安可 喂秋水 再见了您嘞 站住 啊 呗 呗 呗 我